今天我跟朋友们说一下 这个永乐大罐如何进行鉴别 这也是很多这个唐家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像这样的重器在判断它的时候 那必须得按照它当时的那些非常重要的特点 甚至说是那些独一腕的特点 对那些作品进行判断 你比如说对于这个永乐青花作品 港宝昌仙就曾经提出过 就是鉴定永乐作品最重要的几个问题 一个是它的气形 永乐时期所骚造的那些 尤其是仿制西亚青铜器的那些气形 像那个天球瓶 受戴尔扁壶 还有那种西亚风格的那种花椒直壶 包括那些折烟盆 这些器物基本在永乐和宣德之后 雍正和乾隆时期仿制过部分气形 你比如说像那个永轩时期的折烟盆 在雍正乾隆时期仿过 大部分的这些仿西亚铜器的那些气形 在永轩之后很多的造型就没有再进行 仿制和复制过 你比如说就像那个永乐时期 非常流行的那种仿铜器的那种扁壶 基本在永轩之后就不再有烧造了 就是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再烧造过那种器物 那么永乐时期的这些器物的特点 就是首推要对它那个造型进行观察 因为当时为了烧造出那些仿铜器的那些气形 可以讲当时的明代官瑶是不惜工本的 而且有很多的这些专为西亚地区烧制的这个气形 又和我们国内皇家专用的很多气形 它在这种表现上又各有不同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自己展示的那个大罐作品 在这个明初像这种大罐 它在这个皇家礼仪的这个祭祀当中 它就代替过去古代的那个鸡铜尊来使用 也就是说用那个罐代替尊 用那种像那个瓶类的那个作品 你比如像那个煤瓶 就代替那个青铜器的那个孤 因此对于明代官瑶 他所制作的这些器物 你如果不了解他当时 在这种对外交往和理智当中的那些作用 你就理解不了他那个气形的那种精巧 和那种规制上的严格 你就拿我展示的那件永乐感触伦文那个大罐来讲 你像他那个作品那种规制的要求 那必须都得和当初的那种同气 在这个形制和文式上都得保持高度的一致 因此他在这个瓷器的这个制造上 从他这些细节上来讲 就可以看出当时对这些瓷器制造过程当中 那种不惜功本的那种状态 耿宝昌先生就特别强调 对他那个气形的那种探断和观察 列为首要的这种鉴别依据 另外就是永乐时期的那个作品的弃足 就像那个永乐作品当中 像天秋平那个弃底 那种卧足 也就是说那种弃足 是向那样微微的凹进去 咱们北京故宫博物院 就把这个永轩时期的天图平 描述为是平足 台北故宫就说的比较详细 就是这类的器物 它那个底足是向内微微的凹陷 这个你要从双方公布的图片都能看出来 包括咱们北京故宫收藏的 那个大德机枪厂出几盖棍 它那个气底也是向内有点微凹 但是咱北京故宫都把它描述为是平底 实际这种气底都是向气物的内部 有一些微微的凹陷 像这种做法 在永乐时期的那个大件气物上有所表现 而到了这个清代的那个防品当中 你比如说像那个乾隆和雍正时期 仿那个天图平作品 他那个气底就改成那种圈足了 将这种沙底微凹的这种平底的卧足 在后世就不再进行这个制作了 因此像这样的特征 就被耿宝昌先生列为判断和鉴定 这个永乐青花作品当中 非常重要的这些特征 气形特征 包括那个底足的特征 另外就是永乐时期的右面特征 按照耿宝昌先生的说法啊 永乐七五的那个右面 不像那个宣德时期啊 大量出现那种橘皮纹 也就是永乐作品的那个右面 非常的匀镜 湿又比较均匀 而且他那种啊 青中泛白 白中散青的那种特征啊 是后世的这个作品当中啊 无法仿制的一个特征 因此像永乐七五 他右面那种表现 和他那种右面的色调 耿宝昌先生都特别的做过 说明 你比如说呀 就拿我自己展示的那件 永乐感触龙门大褂 他气内的那个右面的那个色调 你就和那个中汉曾经拍卖的 那件永乐的非明素食大褂 他那个右面那个色调 你一对比的话呀 你像我这件作品 他那个素面的右面的色调 就和那个中汉拍卖的 那件永乐作品啊 那基本上看上去都没有什么色差 包括他那个右面的那个表现 和天津博物馆的永乐七五 比较的话 在这个右的那种特点上 他必须都得反映出 他当时的那种独特性 就像耿宝昌先生所说的那样 可能由于当时啊 他那个右料当中 参入了一种特殊的那种草木灰啊 就致使他烧出的那种清白色调啊 以至于这个后世的作品都无法仿制 就像以前啊 有那个朋友曾经在私下问过我好多回啊 就是说关于这个永轩作品 他那个右面的判断 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你要是观察永轩作品啊 不提升到对他那个右面 那个色调的判断 这种核心的这个维性的特征上来的话 你可能在收藏这个永轩作品的时候 会不断的这个犯错和打眼 另外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呀 由于当时这个永乐时期啊 他那个器物造型啊 那种难度啊 在这个永轩之后啊 你比如说就拿他那个大罐的器材来讲 在永轩之后就没有一个朝代 烧出过像永轩那个时期 那个大罐的造型 那么仿制这个永轩 那种大罐的造型啊 他都是根据现在的制词的那个工业 你比如说采用那种灌浆和筑膜那种工业 他可能能按照这个永轩时期的那个造型啊 做出来那种防品 但是那种防品啊 他就没有这种人工手作的那种特点 就像吕成龙先生 用那个家境那件大罐做那个例子一样 你只要是用那个手工匠人呢 用自己那个手亲自做出来的那个磁胎的胎体啊 你烧成这个冗乐和宣德时期那个大罐造型 基本就不可能 而这种特点呢 如果你要用那个筑浆工艺代替的话 比那个容易的多了 他那个筑浆工艺啊 起码在那个线条和轮廓上 他能做出来和那个永轩时期一样的那个器物的那个器型 但是像这种筑浆工艺做出来那个作品啊 那只能看不能上手 那一上手的话 没有人工手作的那些特点 他就表现出来 比方说那胎体非常厚重 他的胎体厚重 其实就是为了保证罐啊 在烧的时候不变形 永乐时期的那个大罐的胎体啊 他做的比较薄啊 你要用人工手作的话 那烧出来就很容易变形 而你要加厚他那胎体的厚度 并且他中间没有结痕呢 他用那柱江工艺一次成型做出来的东西 他就很容易保持他那个线条那种曲线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这种艺术宝贵就宝贵的 他必须是通过人手工直接制作 你用那机器代替 你做的再像那不值钱 那都属于是工业品 因此你像那种现代大量制作的 从这个外形上很接近这个永鲜器物的那些仿品 那对于行家来讲 只要你一上手一看 那就能分辨出来 他在这个器型制作上的这种区别 因此对于永乐作品啊 他这种判断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器型 底足 右面 包括他在这个浊气那个表面 那种轻微的结痕 以及他那个右面 轻中泛白白中泛轻的那种特征 很少出现宣德时期 橘皮纹的那些特征啊 是这个永乐作品 在这个判断过程当中啊 都是一些他独有的这些特点 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 展示的那件永乐那个大罐作品 他那个器足来讲啊 他那个器足就像那个台北故宫 那件天球瓶啊 和咱们北京故宫 那个天球瓶 那种器足啊 是一个特征 也就是说他这种器底啊 向内微微的凹陷 像这种沙底瓶足 向内微凹的特征啊 这都是永乐时期啊 所比较典型的一些特点 因此在鉴别这类作品的时候啊 只有这些所有的特征都具备的话 还能真正判断 他到底是不是永乐的作品 那就是永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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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永乐的作品